你想做平面設計 但是你不想畫高價去洗平面設計師 那麼你一定要學會使用Canva這個工具 今天這期影片是Canva的完整新手教學 我會教你從零開始如何利用Canva做平面設計 哈囉大家好,歡迎畫面的頻道,我是 Grayson 每週五都在這裡分享社交媒體、網路創業以及個人品牌打造的內容 如果你也感興趣這些內容,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把旁邊的小鈴鐺打開 就能夠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 那麼話不多說,現在我就帶大家進入我的電腦,開始我們的教程 首先如果你還沒有Canva賬戶 你可以通過谷歌郵箱進行註冊 或者是你可以通過Facebook進行註冊 在我們註冊帳戶之後就會聊到Canva的首頁 這裡有非常多的選項給我們選擇 這裡我給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在左邊的第一個選項就是為你推薦 這裡是Canva推薦你使用的一些模板 接下來會有一些細緻的推薦 像是簡報設計 社交媒體設計 影片設計 印刷品設計 行銷設計 還有辦公室裡面用到的設計 再接下來就會呈現出你的設計 這些就是你之前所做的設計 你可以點進你的設計 查看全部的設計 同時第二個選項也是告訴你你所有的設計 接下來就是Canva推薦給你一些模板 有非常多的模板 第三個就是與你共享 就是其他人分享給你的Canva文件 接下來就是品牌工具組 這裡可以加入你的品牌標誌 加入你的品牌顏色 也可以加入你的品牌字型 再來就是內容規劃表 這裡就有一個日曆可以讓你加入你的內容規劃 例如你想要在這一天製作一些內容 你可以點進這個加號 在這裡你可以加入一些模板 或者是建立設計 這裡可以搜索到你想要的設計 在接下來就建立團隊 如果你有團隊 你可以邀請這些團隊成員 在這裡可以輸入他的電子郵箱 團隊成員可以是管理員 或者是模板設計者 也可以是普通的成員 在接下來就是所有的資料夾 這裡包含著你所有的資料夾 能夠很方便的幫助你管理你的設計文件 最後就是垃圾桶 這是你刪除的文件 你刪除的任何設計都會放到這裡 在有種刪除前 你會有30天可以還原這些設計 在上方發掘選項底下 你可以找到更多的選項 例如它有分幾個類別 像是照片、圖示、功能還有下載 照片選項底下有免費照片、背景、自然、動物、美食、人們 在這裡你也可以查看全部 圖示選項底下有社交媒體、網路和SEO 檔案和資料夾、企業、天氣、電腦 也可以查看全部 還有功能選項就是圖和圖表、列印、照片編輯 這裡就是CAMO的版本 有Mac版本、Windows版本、安卓版本和iOS版本 在這裡有個搜索欄 你可以搜索一些CAMO的模板 像是這裡有一些建議的模板 例如可以選擇一個Facebook貼文的模板 在這裡就會呈現出給你非常多的Facebook貼文的模板 如果你想從0開始設計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選擇右上角的建立設計 在這裡可以選擇自定尺寸 在這裡可以輸入你想要的尺寸 在輸入完之後 點擊建立新設計 這裡就會建立新的畫布讓你開始設計 例如現在我想搜索Instagram現實動態模板的設計 我可以輸入Instagram現實動態 在這裡就會出現非常多的Instagram現實動態的模板 你可以選擇其中的模板 例如你喜歡這個模板 你可以點擊這個新號進行保存 你也可以點擊這個三個點的標誌 你可以選擇使用此模板或者是預覽此模板 例如我想使用此模板 現在我就進入到了這個模板 在左邊有非常多選項 首先第一個就是範本 這裡可以讓你搜索範本 這裡有個過濾選項 你可以通過顏色來過濾 或者你可以選擇語言 你可以選擇不同語言進行過濾 你也可以直接搜索你想要的範本 接下來就是你最近使用的項目 這裡可以查看你最近使用的項目 再來就是建議你使用的項目 這裡開碼會建議你使用一些他所認為合適的模板 再來就是會推薦你一些動畫的現實動態模板 接下來就會有更多的模板給你使用 第二個選項就是上傳 這裡就會有你之前上傳的文件 第三個選項就是照片 這裡會給你很多照片素材 你可以加入到你的模板裡面 你可以直接搜索照片的關鍵詞 這裡同樣有過濾器 你也可以同樣的利用顏色進行過濾 你也可以通過照片的方向進行過濾 例如是方形的照片 垂直的照片 還是水平的照片 如果你只想找免費的照片 你可以直接勾選免費的照片 接下來就是元素選項 這裡有非常多元素給你選擇 像是有線條有形狀有框架 這裡給大家具體展示出如何利用框架 我們可以點擊這個查看全部 選擇這iMac框架 然後我們可以加入一個照片 現在我們就在這個框架裡面 交了一張照片 另外你可以加入一些動態的貼圖 這裡還有一些工藝的設計 圖表 非常多元素給你選擇 還有一些插畫給你選擇 接下來就可以添加文字 例如我這裡新增一個標題 我可以進行修改 在這裡我可以改變它的字型 同時也可以改變它的大小 這裡可以改變文字的顏色 這裡可以給文字增加一個底線 如果你有一大多人的文字 你可以選擇文字的對齊方式 例如這個是左對齊 也可以居中對齊 也可以右對齊 也可以把文字變成清單形式 同時可以調節字間距 你可以調大也可以調小 同時也可以調航高 這裡可以選擇文字的效果 例如你可以對文字加入陰影 這裡可以調整一下它的數據 像是偏移 像是它的方向 或者是它的模糊化 以及它的透明度 這裡可以改變陰影的顏色 在底下會有更多的選項 還有其他很多的效果給你選擇 接下來就是模式 這裡會提供給你非常熱門的顏色組合 例如我選擇這個配色 它就會隨機的幫我進行配色 來達到最好的顏色組合效果 再接下來就是音頻 在CAMMA可以允許你加入一些音樂 到你的設計裡面 例如你在設計 Instagram現實動態的時候 你可以加入一些音樂 或者是你製作一些小短片的時候 也可以加入音樂 再接下來就是影片選項 這裡有非常多的影片給我們選擇 CAMMA已經幫我們分好的類別 像是空拍、背景、海灘、商務辦公、城市、時尚等等 這裡你也可以搜索你要的關鍵詞 同樣的這裡也提供了過濾器 你可以選擇免費的影片素材 或者是付費的影片素材 例如我想把這照片換成一部影片 例如這部影片 我可以直接把它拖入到這框裡面 現在我就成功的替換剛才的照片 變成這部影片了 再接下來就是背景選項 CAMMA也提供了非常多的背景給我們選擇 這裡可以讓你選擇不同顏色 這裡有不同的類別 像是風景、圖案、漸層、抽象、美食、材質、花卉等等 例如我想更改這模板的背景 我可以直接選擇替換 現在我的背景就被替換了 再來就是資料夾 這是你之前建立好的資料夾 你也可以選擇這裡建立新的資料夾 現在我們來對這個模板進行修改 例如我可以更改這文字 我們雙擊輸入你想要的文字 可以調整文字的大小 再來就是可以改變文字的字體 改變文字的顏色 給文字加入一個效果 例如一個雙重陰影的效果 調整它的陰影顏色 再接下來我想替換這個照片 我們選擇照片 選擇這張照片 像是替換的照片 這裡我們可以選擇效果 如果你是使用CAMMA Pro版本 那麼你就能夠快速地去除照片的背景 例如我想去除這個照片的背景 我們可以看到照片的背景已經被去除掉了 接下來給大家介紹 如何在CAMMA裡面修照片 例如我想修這張照片 我們可以選擇濾鏡 在這裡會有非常多濾鏡給你選擇 你可以每一個都嘗試一下 去看一下不同的風格 同時你也可以調整濾鏡的強度 或者你可以選擇調整選項 這裡可以調整一些照片的數值 像是調整它的亮度 調整對比度 調整它的飽和度 調整一下照片的色調 調整一些模糊化 調整正面復衝 然後調整孕影 現在我們就做好了對一張照片進修圖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我的文字被我的照片擋住了 所以如果我想要讓這個文字往前移 我們可以選擇這個圖片 選擇右上角的位置 選擇往後 現在我的照片就往後移了 同時如果我想要讓這個文字的樣式 和這個文字的樣式是統一的 我可以選擇這個文字 然後選擇這個複製樣式 點擊我想要複製樣式的文字 那麼現在它的文字樣式 就和這個文字的樣式是統一的 這裡我還可以調整透明度 也可以對這個文字加入鏈接 這裡可以輸入你想要的鏈接 也可以鎖定這個文字 這樣我就不會移動這個文字了 在你完成設計之後 你可以選擇這裡下載 這裡可以讓你選擇文件的類型 像是有PNG、JPG、PDF、SVG、MP4格式 再來就可以讓你選擇你想要下載的頁面 你可以選擇所有的頁面 或者你可以選擇單獨的頁面 希望這期影片能夠讓大家更加了解CAMMA這款工具 我認為CAMMA這款工具的最大的優點就是 它提供了大量的模板 並且告訴你的具體尺寸 所以即使你不是一個很有創意的人 你也能夠通過這些模板 做一些小小的修改 就能夠製作出自己的設計 我的頻道裡面還有很多關於CAMMA的教程 但是可以去看一下我的這些影片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歡迎我點讚 如果你還想了解更多關於YouTube內容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把旁邊的小鈴鐺打開 就能夠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